有關於合謀定價的陰謀,小弟都深受其害 較時在百佳和惠康,例如買維達爺章 價錢都是相差一元 但是本人去專賣南亞食品的小公司購買 都是相差一元 南亞公司賣南亞食品的小規模公司 例如在領媒客租賣南亞食品的公司 價值8.9 百佳惠康,大概賣9.8 你說依漲價是否令到別人多謝力和心痛 香港地小人多 最慘是香港的交費每幾年加幾毫子 其實是一個底線試探物偷布 何況地鐵 小弟認為我們目前要全體對抗的就是 首先,香港公共交通費的開支 不能主駕於小市民 最主要是由每年紅利來補貼 最主要是由每年紅利來補貼 其意最主要就是 如果將香港公共交通廢了下條的話 好處來說,帶獨香港製造業和旅遊業 使香港市民不需要停留本區繼續消費 又可以跨區消費就業 甚至乎是甚麼 大獨本土的經濟互動 不是甚至乎 顯示出香港 舊式平民的 商業模式會再次重新 加上我們香港現在 周邊環境 台灣與大陸 在經濟融合上 雖然依然還是有待商討 就是互相拉脚 處於交叉狀態 但是未來的五至十年 台灣與中共 若然再從旅遊業 再進一步衍生出 在貨櫃港口運輸上 不需要經香港的 基本上 香港已經玩完了 還有追蹤這就是 如果阻止香港的大財團 包括公共交空 私營甚至公營機構 再次私下不徵順市民同意加價 尤其是海底隧道 我們除了遊行抗議之外 我們除了遊行抗議之外 追蹤這就是 再例如 途經隧道我們集體 不支付過去隧道收費 再踏地鐵上 我們可以集體團購 甚至乎 我們可以仿效飛庸 還有街邊 甚至乎個人的DIY 包括手工用品 來對抗大財團的 所謂市場壟斷 甚至乎 連香港市民都認為 厭倦過時的貨品 來虐待全港市民 一種所謂抗爭 因為我們很反對 大財團依然受賣過時的 而不合潮流貨品 令市民不能夠適應 就是乎 不知這些所謂大財團 代理的海外產品 有很多不合 現在的環保生活模式 所以我們除了對抗 大財團壟斷之外 為何玩大 那班香港的 地產商 看似乎 國內的大型 國內的投資者 多謝各位